三次问财,一次问命,四上十竹山,得高人点拨,逢凶化吉。 玻璃大王曹德旺的风生水起,原来,冥冥之中,早已注定。 曹德旺出生于福建福清高山镇,他的曾祖父曹公旺是福建福清首富,他的母亲是大户人家出身的地主千金。 他的父亲虽然交道中落,但很会做生意。 年轻时在日本一家布店当学徒,第一年练筋骨,第二年学吃苦,第三年学真纪。 几年不到就赚了十万日元,后来他们一家迁居上海,入过上海永安百货,直到1947年才回到父亲老家。 由于种种天灾人祸,曹家也走向了中落,六个子女的生活水平也直线下降,每天只能吃两餐,其中曹德旺胃口最好,也最顽皮。 上学时因陶克被教导主任骂了一通,于是气不过的他冲着教导主任的脑袋砸了泡尿,吃痒一脑,学自然是上不成了。 为此,曹德旺只能辍学,回家放牛割草。 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,穷不可怕,最怕的是没志气。 曹德旺并为这样自甘堕落,而是甚不干活的时间,经过一番苦修,终于自学征载。 曹德旺15岁时候,每天凌晨两点起床,骑三轮车跟着父亲从福州往高山倒买香烟。 在那个一言难尽的计划经济时代,商品不允许自由买卖,抓到就是投机刀把醉。 出类拔萃的曹氏父子为了果腹,也是不得不出此下策,疲于奔命。 当时,曹德旺负责进货,父亲负责销售,结果被工商局当投机刀把抓了个现行。 从那之后,他们不做烟丝生意,改做水果生意了。 1983年,曹德旺承包了一家不景气的高山一行玻璃厂。 在资金、技术、人才,通通空缺的前提下,他硬是凭着自己的一股劲,做大做成了。 曹德旺个性倔强,精神强悍,虽然只有初中文化,但他身上有一种雄浑和坦然之力令人动容。 在曹德旺的眼里,好便是了,了便是好。 世间荣华富贵,终是一场梦。 他原本也是个掉进前眼里的凡夫妻子,直到他在石珠山上遇到了一位僧人,将他点化。 从此才拥有了这番格局和智慧。 玻璃大王曹德旺成首富是命中注定,四次得老和尚点拨,了无命运。 不见石珠山,有一座神仙托梦的深山道观,长期以往都是香火鼎盛。 据说,只要你在大殿竞相奇梦完毕,过后便有神仙会托梦,为自己指点迷津。 1980年,曹德旺因高山一行玻璃场遭遇瓶颈,万般无奈之下,他便有了放弃的想法。 此时,他认识的福州行女潘性朋友,因为家中遭遇意外变故,一对双胞胎儿子双双溺亡于分池中。 为此苦梦彷徨,同样想到外地发展,但又摇摆不定,于是便要曹德旺一起去石珠山奇梦求千。 曹德旺有点心动,于是便答应了这次邀请。 虽然是扶青人本地人,曹德旺还没去过石珠山,听说很多信众慕名而来,满意而归,但他心里却并没有抱什么期望。 之后两人转了几次车,方才来到石珠山脚下,上山之后来到石珠道观,在大殿镜香奇梦完毕,潘性朋友很快在一块铺着草溪的地上洗地而睡,梦到家门口铺着铁轨,一列火车满载货物室来,但曹德旺并未入梦,只好先抽签,直挂,换取签条。 很快,潘性朋友醒来之后,将自己的梦叙述了一遍,解梦的人表示,这预指着他家里就要发财了,而曹德旺则拿着自己的签。 找到了一位老和尚,老和尚表示,如果他有想去别的城市发展的意愿,最好放弃,否则,必定家破人亡。 于是曹德旺又去抽了一千,问老和尚,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,该当如何? 老和尚一看,千余里有这一句,苦笑奉鸣不绝其,于是劝记他,应该在现有阶段寻求突破,这一点看似很难,实则容易做到,这个世界上的难义,都是相对独立的。 对于别人难以追究到的,对于曹德旺而言,却很简单。 听完这些话后,曹德旺若有所思,和朋友奉上香火箭,便下山了,不知是巧合还是怎么着。 结果那一年,老潘在福州还发了大财,而曹德旺也留完花名,赚得盆满钵满。 现在的他,信佛是个福教徒,可以说福药能以闪电般的速度,成长为国内市场占有率70%的,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,绝对离不开老和尚的点拨。 人的富贵穷通与量子纠缠细细相关,玻璃大王曹德旺的亲身经历说明一切。 1984年,曹德旺的合伙人尝到了甜头,如今想撤资走人,他胶着万分,撑到县里开会之际,再次来到石珠山。 第二次去石珠山求见时,他问的是,是否可以离开高山玻璃厂? 这四年间,曹德旺家境已经好转,性格也没有那么急躁了,通过自己以前积累的人脉和能力赚了不少钱。 现在,眼瞅着玻璃厂干不下去,大家闹着各本东西,曹德旺也在继续坚持和及时止损之间, 难以抉择。这一次他抽的签是,中原群路可追寻,不问东方问何方,回首过来日又舞,寒蝉鸡鸡,笑空归。 本以为这次是时候放弃了,没想到,解签的老和尚,见过他的字签说,这是个好签,是要你不要离开的意思。 逐鹿中原,说明你是个干大事业的人,外面的世界虽然好,但你不在东边的地方做事,还想去哪里做,否则,空像禅一样,落得一个空壳的检局。 所以,你不要离开目前的工厂,不如坚守,等待着日后,逐鹿中原。曹德旺听见去了,也照做了,周围后来,佛耀玻璃的发展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山上石珠山时,老和尚直接告诉他,曹德旺是难得的有福之人,如今他时运一到,无论去哪儿去做什么,都可以得到满意的结果。 这个世界上有福气的人不少,但是一直有福气的人,寥寥无几。 曹德旺能成功,就是因为他知道如何造福。 从1983年创业,曹德旺就开始做慈善,如今,他把工资做到行业世界第二,市值千亿,也已经低调做慈善39年,卷了260多亿,回顾几十年的创业之路和慈善之路。 当今中国富豪,恐无一人能及。 1996年前后,曹德旺突然有了出家的想法,他认为自己虽然生意做得不错,但他真正向往的,还是僧人,诵经实际的生活,但是却遭到了身边人的一致反对。 于是,他第四次到石珠山,问不虔诚,老和尚告诉他,您今生有福报,却无福源,曹德旺也只能就此作罢。 如今,他能很自豪地表示,自己没有走私,没有逃税,没有官商勾结,没有科蒙管片,他不做房地产,不开矿,不做娱乐业,他说,天下事情什么东西都是空的,而钱就是用来玩的,能玩几天,却在个人水平。 或许,无形之中,老和尚的几句话,早已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。